这个视频给大家教学一下德国的四号坦克专长和玩法 这个游戏八成的萌新玩德国的坦克应该都是无脑拳虎式的吧 虎式的确极高一筹 但是缺点就是速度太慢体积太大了 再肉的话也会一直挨打 其实不少老手在这两个坦克中间的选择 其实选择更多的还是这个四号 四号的专长比较推荐萌新全部点左 如果你不会点的话就全部点左就好了 全部点左的话会有一个加强的反坦克炮 对坦克伤害更高并且下追更小 然后还有一个穿甲弹 这个穿甲弹很厉害后面会给大家看演示 然后还有一个加强就是保护一下履带跟炮台 其实该损坏还是会损坏 全左的四号应该是游戏中对炮最舒服的中型坦克 他的穿甲弹的优点在于弹速很快没有下坠 打谢尔曼常规是30暴击是45 谢尔曼正面的五角形就是他的弱点 三发就可以带走一个满血带快修的谢尔曼 谢尔曼正面的弱点实在太明显 特别容易就打撞 第一发我虽然是普通炮打头 但是后面两发还是把他带走 他这里没有用快修 我要注意的是灰狗的弱点是稍微难打 而且穿甲弹有个缺点容易挑弹 如果你非常执着要打他那个斜角的弱点的话 有时候会挑弹 如果灰狗是侧面对着你快速移动的话 你只要打他的后方基本上都是宝击 一发75两发带走 从远距离对炮的时候就是丝毫全面碾压 因没坦克的地方 就算打不到暴击点 因为太远了 对面炮弹的命中率会大幅低于你 你很容易命中他们 他们很难命中你 总体来说的话 全左的丝毫性能很平衡 对比谢尔曼的优点是远距离作战很厉害 弱点的话不明显 对比他的缺点就是速度略慢于他 然后buff少了一点 毕竟谢尔曼是6专长的 和自家虎视比的话就是青春版虎视 速度更快体积更小 捞步兵和操作空间都更大一点 当你本身有一定熟练度之后 可以尝试一下全右的天赋 全右的天赋增强了巷战反步兵的能力 简单点来说就是非常能捞 有防磁毒层 所以粘形炸要粘不了你 然后也有信号弹发射器 可以像侦察兵一样侦察一片区域 炮台转速更快 打近距离的步兵也更好打 就算你真的被步兵围剿了 也有这个S型地雷发射器 在你周围发射那种反步兵地雷 然后可以清理周围的步兵 到专长因为要玩巷战 目标为步兵 像战胜风暴那种图就不要玩了 转管炮远距离对炮下坠很厉害 这道专长玩法没有什么要点要练习的 只要你平均操作熟练一点就好了 信号弹可以照地图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周围哪些地方有步兵 然后你也不容易被步兵摸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跳雷也可以作为主动攻击 你们看他们在二楼 我直接炸还炸死一个 哎呦 前面有一个推并杀 不过正常的话还是推荐大家全部都点阻 因为这个游戏中是不能改载具天赋的 所谓你正常的情况下打坦克拿虎师 轮到小徒的时候再玩这个加强次号 最后祝大家早日脱离薯条成为捞人的大佬 喜欢的话可以给视频给个三连 然后你们下次想看什么可以跟我留言一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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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